好,这个台风过境,渔民都把船只固定在港内的避风浪 花联区渔会总干事林郡级持续关心港内的状况 那么台风过境担心风浪 更害怕的是大雨造成山区土石流 树木随着漂流漂进港口 将会造成港区航道堵塞以及船只的破损 花联区渔会持续关心渔民的生财气聚 虽然台风未直接侵入台湾本岛 不过强风大雨仍然是让许多渔民担心 纷纷将船只开到港内避风浪 花联区渔会总干事林郡级持续关心港内的情况 担心台风过后是否有漂流木会进入港区内 影响了船只的航道 我现在目前要担心的话 就是说它带来了这个雨量 那因为它现在目前的话是以归宿的话 向北再走 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怕说 它现在的雨量的话没有 就是从在山区这里的话雨量 那形成了那像如果说爆水 爆水如果涨的话 然后往下流的话没有 我们现在担心这些流向的漂流木的话 会往港区然后这里然后进来 进来的话没有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说 这些漂流木进来之后 那船如果他们走了过后之后 船如果要出港的话没有 现在就怕说楼仙桨的话就去打到木头 所以这点是我们宜会现在是目前这些担心的 台风的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的影响 时有所闻漂流木塞满雨港的情况 一不小心漂流木就会造成船只的螺旋桨 以及船身受损 重度台风马娃的行径路径 大家仍然持续关心 记者林杰花林寺采访吧 好 好 好